要鸡蛋也要导弹 本期特别纪念毛泽东主席先世48周年 大家好,我是紫藏英脉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先世48周年 是我想起来当年决策搞导弹的时候 毛泽东主席当时的坚定的决心和坚定的决策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 钱学森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 周英来总理就提出来搞导弹 然后钱学森提出了建议 周英来提议钱学森建议 然后毛泽东就决策 中国一定要搞导弹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 现在可能有一些声音说 中国当时发展那么贫穷 没有钱 饭都吃不上 为什么还要搞导弹呢 包括今天 这个可能还有的声音说 中国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搞导弹呢 尤其是我想到当年我们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时候 连饭都吃不上 还要坚持搞导弹 当时很多人没有信心 没有底气 饭都吃不上 还能搞出导弹来吗 我们哪来的钱去搞导弹呢 毛泽东主席就特别有坚定的决心 因为他仔细阅读了钱学森的建议 搞导弹的报告 同时呢 我还记得毛泽东主席呢 还特别阅读了钱学森写的那个工程控制论 毛泽东呢 他首先是一个哲学家 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同时呢 他对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 发展规律呢 利用这个哲学思想去理解 他会很快的就会能够掌握这些 科学发展规律的精髓 毛泽东主席呢 就当着大家的面 也没这个多做更多的解释 而是呢 看着自己的裤腰带 看着自己的裤腰带 大家呢 应该马上就明白了 我们要勒紧裤腰带 既要鸡蛋 也要导弹 鸡蛋呢 要保证我们的基本的生活水平 导弹呢 要一定搞出来 不能受制于别人 不能让别人再欺负我们 不能让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的屈辱啊 再去这个重复 就没有强大的国防 你就没有这个中华民族的尊严 那国家的这个安危啊 也谈不上 就你没有导弹 你的核弹 你也很难扔出去 这个呢 当时呢 毛泽东主席啊 就特别有这个决心 也有自信 当时呢 一大批科学家呢 包括回国的和自己这个培养的 都已经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才了 以前学生啊 李四光啊 等等的 包括于敏啊 为代表的邓家仙呢 等等的这个专家呢 毛泽东呢 对这个人才啊 是非常有信心的 同时呢 毛泽东主席 特别阅读了 钱元森的这个工程控制论 他这个决策是建立在这个 对于科学理论的理解 理解的基础上 钱元森的建议一上 毛泽东主席就理解了 我们导弹 鸡蛋 我们都要 生活 要这个 基本保障 导弹武器一定要上 没有导弹呢 今后还是要让别人欺负 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国导弹的世界第一啊 跟毛泽东主席啊 当年的坚定的决策 是有直接关系的 就像当年毛泽东主席 刚建国之初 决定这个抗美援朝一样 抗美援朝保家为国 这个呢 就是毛泽东主席的这个哲学思想啊 确实是能够这个指导 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 抗美援朝 我们要抗美援朝 后边呢要保家 卫国 他都要 既能抗美 援了朝 还能保家卫国 我们既要鸡蛋 也要导弹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作为一个哲学家呀 当年的这个英明的决策 当然了也有周恩来的英明的提议 有钱学森呢 非常专业到位的这个建议 这样的话呢 中国的导弹呢 在几乎就是一穷二白 我们中国人都饭都吃不上 但是呢 能够勒紧裤腰带 是我想起来了 当年我去那个青海 那个袁子成参观的时候呢 解说员呢 就说呢 当年呢 这个 邓家仙呢 这个在 工作 就是晚上工作计算当中啊 这个肚子饿得咕咕响 饿得咕咕响 但是呢 邓家仙 就拿草绳子 拿绳子呢 把这个肚子给勒住 就那样坚持在工作研究原子弹 这给毛泽东主席啊 当年那个英明的决策啊 真是上下这个 都是这个 同心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导弹的原子弹啊 两弹一新啊 很快就搞出来了 那这个国外说你中国几十年 你也不可能搞出来 那这个 但是呢 在这个 毛泽东主席啊 这个英明的决策下 通过我们的科学家 这个心情的 特别是不要家 不要命的 这种艰苦的努力 在周英来 等众多将军啊 众多的这个管理人员的 精心的保障下啊 使得呢 我们呢 当年既要了鸡蛋 又要了导弹 才有我们今天的 中华民族的尊严 才有目前我们在社会上 在世界上的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啊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既有鸡蛋 也有导弹 所以呢 今天 毛泽东主席先是48周年呢 让我们特别的怀念 所以这一期呢 特别纪念 毛泽东主席呢 先是48周年 好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请订阅 非常幸福 各位 请订阅